我相信政治焦点要带你来看台南市议会 上午在讨论台南县市合并升格案 而在会议当中国民党市议员李景全 他要求许天才要签署声明 希望他承诺并不是为了要延长任期的私立 并且要在今年底任期结束的时候就要卸任 而这样的动作是引起了许天才的反感 认为根本在模糊焦点 两个人是爆发了拉扯冲突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李景全要求市长许天才签署声明 两人爆发拉扯 两人各自回到座位后 面对李景全不断的炮轰 许天才很火大 麦克风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 看得出来许天才真的气坏了 一言先进啊 你攻击我干什么呢 我前提问题 这个前提主席处理 他攻击我干什么呢 莫名其妙啊 台阵市议会上午讨论 台南县市合并升格案 国民党市议员李景全 要求许天才签署声明 不得又想延任的私心 这举动引发许天才的反感 两人一度爆发拉扯冲突 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许天才的镜头前发火 还真的很少见 中文西文赖冠张网约方 台南报导 干就可以了 太多